各位大學朋友、小朋友,不好意思喔,我們今天稍微晚的五分鐘 很開心我們今天在這個週末午後又跟大家碰面 然後我們今天請到的這個講師喔 是我們因為今年在台會故宮的艾雪這個展覽 是一個藝術家、透掘藝術大師 不曉得 問一下好了,有去看這個展覽的朋友嗎 喔,那邊有提醒 哇,很多,謝謝 好,再多問一下 那有參加過3月15號朱老師獎的那場艾雪活動的朋友請舉手 啊,真是感動啊,真是忠實的粉絲 好,謝謝你們 我跟許志農、許老師是因為艾雪的這個展覽認識的 那後來才知道許老師在這個領域其實鑽研得非常久 然後有很多很棒的成果 我是不知道怎麼形容 待會大家直接看就會知道 那許老師是我們師大的數學系的教授 就台北的那個師範大學 台師大的數學系教授 那許老師最早也不是 就他的專長 專業領域的那個專長是做數論 然後呢,他會切到這一塊 大家就可以想像 就是許老師其實他的興趣是非常的廣泛 然後呢,他近幾年的主力都放在 也不是主力啦 就是他花很多的心力在數學教育上 所以也賺錢了很多數學教科書 那是那些教科書的主編 所以有數學教育相關的問題 待會也可以問一下我們許教授 然後呢,我自己個人覺得比較有意思的點是 許老師的網站喔 叫做,在這邊個人的網頁 他的網頁名字叫做 飛翔、飛飛翔數學網 那至於這個飛翔、飛飛翔是什麼緣由 歡迎大家上網去找一下這個原因是什麼 大家就會知道我們許老師的人生觀、價值觀等等 好,那今天的活動也是我們 假日科學網場100多場以來 第一次用今天的方式來跟大家玩 什麼樣的方式? 我們是有同時各位就是每一個家庭 要大概至少一台筆電過來嘛 對,所以我們難得在這個場合看到那麼多 大大小小不同廠牌的筆電 因為我們今天的整個活動會需要用到電腦 然後看很多有趣的數學遊戲 那說是遊戲,它其實也是學習 至於我們怎麼用遊戲來學數學 我們就把時間交給我們許智農教授 讓大家以熱烈掌聲歡迎 好,朱主任還有各位的小朋友跟家長 大家好 這是我第一次對親子的做一個演講 那我今天主題應該我們建定在數學遊戲上 所以可能每个画面都会介绍 第一个要介绍一个数学游戏 叫胃痛拼图 胃痛拼图就是 你现在在电脑上看到的这个 我对这个胃痛拼图做一个介绍 这个胃痛拼图是阿基尼德 在2300多年前 发明了一个拼图 2300多年前就是很久了 大概就是秦始皇那时代 那当初他发明这个拼图的时候 因为那时候蔡伦的纸张还没有传到西方 所以阿基尼德是把这个胃痛拼图的这个故事 写在一个羊皮纸的书上面 那后来那个羊皮纸的书 因为耶稣就诞生了嘛 过了三百年之后 耶稣就诞生了 那他的信徒就把阿基尼德那个著作 胃痛拼图把它刮掉了 然后写上圣经的祈祷文 所以那本书后来就不见了 其实不是不见了 就变成圣经的祈祷文 然后就在那个 在一个教堂的一个图书馆里面 那直到一百多年前 一个数学史学家去那个教堂 发了那一本书才发现说 其实那个刮掉 刮不干净的那个笔记 是阿基尼德的字 所以才确认说那是一本阿基尼德的著作 那经过物理的原理 大概在十几年前的时候才还原说 阿基尼德发明了这个胃痛拼图 那为什么把它叫胃痛拼图呢 好各位小朋友数一下 这个胃痛拼图总共有几块呀 它有三角形 有四边形 有五边形 有几块 12块吗 14 大家都答对了 它总共有14块哦 那你14块 所谓拼图就是要拼在这个正方形内嘛 对不对 那个正方形是多少个小正方形产生的 多少乘以多少 编长是多少 它画很多格线有没有 有几格啊 12乘12格有没有 所以代表这个胃痛拼图是在12乘12格的正方形上来拼的 那它有多少种拼法你知道吗 为什么这么有 它总共有17152种拼法 好写一下哦 它总共有17152种拼法 17152种拼法 那你第一个拼法的论题是什么 它17152种拼法 你会觉得说那我随便拼出就可以拼得出来 很可惜哦 不会哦 大概在6年前 我们国家举办一个全世界的国中生的知优的竞赛 那我就是讲这个胃痛拼图 那我们做了一个12乘12公分的给那个每个国家派4个小朋友 国中生来 我们都送给他一个这个拼图 那根据我的感觉 你要拼出第一个的话 大概要15到20分钟 对 那我们教你怎么拼 我们今天所有的拼图 你拿到的光碑片 所有的拼图都是根据这个原理的 第一个 你拼图第一个就是要抓图嘛 对不对 比如说你用手抓 用滑鼠左边的按钮 滑鼠有三个按钮 有左边 有右边 有中间的滚轮 我们今天那个右边的按钮都不会用到 只会用到左边跟中间的滚轮 那你用左边的滚 左边的按钮点住这个块 有没有 你要按开始这个按一下 左边的按钮点住这一块 拼图就可以移动它 然后你放掉的时候 它会去贴合到格子点 那你把拼图要怎么做旋转呢 旋转 你左边的按钮连续把它点两下看看 你发现它在转90度有没有 它在转90度 那你怎么翻面呢 滚轮你把它滚看看 往上后往下滚 你要发现这块拼图会做翻面 好那就只有这个功能而已 第一个就拖曳 第二个就旋转 第三个就是翻面 那我们拼一次给你看 第一个你把这个拿过来放的 诶这个细长放在最左边 然后你会发现这个蓝色有没有 你移动到这边来放掉的时候 就贴合了有没有 然后接下来这个角落 你可以弄一个三角形放上去 你觉得我们拼得很顺 那现在我拼了很多次了 然后这个地方要拼什么 我拿一个黄色的来刚好 你要看它倾斜的角度是一样的就可以有没有 那这个橘色的可以放这边有没有 然后这个五边形 最困难的五边形可以放这边 我到现在为止都没有用到旋转 然后这个大块的要放这边有没有 然后这个小块的要放这边 然后这个等腰直角 这个直角三角形放这边 然后这个另外一个直角形放这边 那你们发现快拼出来了 这个就是17152种都一种 那当你拼成功的时候 它放烟 我告诉你说你已经完成了 这个有14块 这个是难度很高的 各位在电脑上都有打到这个了吗 那你把它关掉 好你的小孩子把它关掉有没有 关掉 这个叫胃痛拼幅隔线版有没有 那有一个胃痛拼幅隔线版 这个都太难了 这里有一个新的七桥版 你把它打开 那就是刚刚那14块里面 选了一半叫7块 那这7块 你要拼在这个等腰三角形内 那你要按右边这个开始 按了之后才可以开始拼哦 那你也可以点底下这个长方形的 长方形你按开始之后也可以开始拼 你也可以点这个平行四边形 我们要介绍别的咯 好现在来照这个 照这个地方 好现在各位电脑就不用看了 只要看荧幕 我们要介绍到另外一个主题咯 各位看这个电脑上荧幕 等几秒钟看电脑上荧幕 我们要介绍到另外一个主题咯 好各位先还没有看到电脑荧幕之前看一下这个 你现在看到的是蜥蜴有没有 这个桌上的这叫蜥蜴 那这个蜥蜴啊 这个是这个中心做的 帮广打做的只有这一套而已 我本来说叫它送给我 它说只有这一套 那你发现这个蜥蜴 它可以拼在一起哦 这两只蜥蜴 要怎样才能够拼在一起 我一定要把它摆进去哦 你发现有没有卡住了有没有哦 你会发现我们把它拼进去的时候 哎它是可以拼在一起的哦 所以这个也是一种拼图对不对 对 所以你看刚刚那个 2300多年前的阿基米德发明的拼图 是多边形的嘛对不对 那你家 哎各位小朋友闭上你的眼睛哦 想象一下你家的电视 然后眼睛再往下看 想象一下你家的客厅的地板上 如果有铺磁砖的话 你的磁砖是正方形的举手 是长方形的举手 哦两个 哎不是正方形的不是长方形的举手 没有办法对不对 那为什么你家的客厅不是正方形 就是长方形呢 所以这也是阿基米德的拼图嘛 是多边形来拼你家的客厅 可是你现在看到这个 这个作品 这只蜥蜴 这是一只动物哦 它也可以当拼图 也可以当磁砖 所以代表它是一个很特殊 那这个叫爱学的拼图哦 叫爱学的魔幻世界化展 二月 二月的时候各位都有去故宫看的话 你就看到 它的有一些作品是可以当拼图的 那你如果错过了二月到六月的故宫 你可以现在去看 那你就要搭车到高雄去看了 高雄美术馆 在十月十号到一月十一号 也在故宫展过的那些作品 那你现在看到这个 是爱学的一百三十七个平面镶嵌画作里面的编号第一百零四号 那我们今天要秀一些其他的 像这个也是他们中心做的 这个也是蜥蜴哦 跟鸟 各位看 有没有看到 有蜥蜴也有鸟 这个听说它 这个中心很穷啊 如果有捐款给他们的话 它会送你一套这样子 实际明就有 你有对不对 手上有拿到就代表 他爸爸都有捐款过 好 那 那我们现在来介绍 那这个呢 现在再看一张 现在你看到的手上的这张 这是捷运局的悠游卡 这个也是镶嵌产生的 把它放大一点点 OK好 这张就是两只鸟 鱼 这是捷运局的悠游卡 这是我们特爱学的画作里面的作的 好 那我们就来介绍一下爱学这个人 然后你还有看到这个有没有 这个顺便介绍一下 这个叫悲观者跟乐观者 这个也是一个镶嵌 等一下我会让你看 这里面叫悲观者跟乐观者 这是在1945年 爱学这个人画的一个画作 那为什么叫悲观者跟乐观者呢 1945年是什么年代 1945年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快要分出胜户的时候 那美国投下两颗原子弹的时候 日本跟那个希特勒 他们就专败了 那1945年的时候 爱学代表的是荷兰的版画家 他那时候不知道 到底会他们国家会引还是输 所以他做了一个悲观者跟乐观者 你等一下自己看的话 这个黑色的是悲观的人 白色的是乐观的人 他走到前面来握索 有没有 那爱学要传达的意思就是说 不管是你打输了还是打赢了 不要再打仗了啦 大家握索言和的意思 不过他把那个白色那个乐观的 就把胜战的画得很像当时荷兰的总理 所以他这幅版画在那时候是不能卖的 因为他画得太像他们的总理了 好那我们接下来介绍一下 这个爱学的作品 那你现在看到的这个电脑 等一下会切换过来电脑 我这边慢慢操作 好各位在上面看到这个每一个档案 就是我的学生帮爱学传达说 他当初如何画这个版画 那我就以编号25号这个为 你知道已经可以上传了 你可以打开25号 那我建议你不要让他跑出声音 那25号这个版画叫叫蜥蜴 那我就播放一下这个蜥蜴给你看 好各位花生 小朋友你花三分钟时间 声音 好这个 各位带回去的话 这种影片都只有三分钟 那这个再阐述解释 爱学变化25号蜥蜴 这个第一幕就是正六边形的磁砖 敷满了平面嘛对不对 第二幕爱学就把一个正六边形的磁砖放大 然后他割補了有没有 因为我们现在不能用多边形当拼補的嘛 要用西翼 所以他割了一块转了几度 120度 那割了两块转了120度 所以他用到也是旋转平移跟翻面而已 好你有没有发现正六边形的外形 经过割補之后越来越像西翼了有没有 好这个做了旋转跟平移 就跟阿基敏的胃通拼图一样 只用到平移旋转跟翻面 这个也做了旋转跟平移 所以你发现这只白色的已经越来越像西翼了 好第三块 第六块割了再旋转 所以你就发现这个蜥蜴的外形就完成了 有没有 你说按左边的侧边它会暂停 好方便 我来解释一下 所以这只蜥蜴 跟刚刚那个正六边形的磁砖 练积是一样的 它是割補产生的嘛 对不对 那艾薛尔是一个版画家 画家 所以他要把蜥蜴肘上颜色嘛 所以第三段 要画上颜色 然后告诉你说它可以当磁砖 可以当磁砖的意思就是说可以密合 就跟你刚刚看到这只蜥蜴可以密合 是同一回事 好 所以第一只是红蜥蜴嘛 对不对 那第二只 第二只就是黄蜥蜴 那我们希望你家里客厅的磁砖 蜥蜴相领量不同色 所以我们要用三种颜色才办 那它的第一个蜜蜴 就是头部的蜜蜴有没有 第二个蜜蜴就是它的侧部的蜜蜴 那第三个蜜蜴就是尾巴的蜜蜴 也就是说你如果是一个磁砖师傅 你抓了这么多蜥蜴 刚刚这个蜥蜴跟我的蜥蜴不一样 你手上有这么多蜥蜴的话 你要注意到这三个蜜蜴的方式 第一个是什么 小朋友刚刚第一个蜜蜴方式是什么 三个头交在一起 对不对 第二个蜜蜴是什么 侧面 第三个蜜蜴是什么 尾巴 好 你记住了 等一下你就会拼图了 好 那第四段 我的影片三分钟快结束了 第四段就是 每一个正六边形的磁砖 都会被一只蜥蜴手取代 所以你家里如果是拼正六边形的 你回去给它涂鸦一下 就变成蜥蜴的磁砖了 好 我看 很可惜啊 刚刚没有人举手是六边形磁砖 客厅没有人用六边形磁砖 好 最后一只蜴蜴进场了 他要找他的位置 好 所以 我们的正六边形的磁砖 就被蜥蜴的磁砖所取代了 好 各位你有没有发现 它有什么规律 我们就把正六边形 当作这个蜥蜴镶嵌版化的数学骨匠 也就是说 这个蜥蜴的磁砖 其实是从数学的正六边形的磁砖来的 那你家里 那像这个 光帮广打造了这一个 这是编号一百零字号 这个蜥蜴的磁砖 它的数学骨架是什么 有没有小朋友知道 正方形答对 叫你家的客厅 就是正方形 所以你回去可以把你家客厅的正方形磁砖 画成这个样子 蜥蜴的样子 你知道 有把蜴蜴变到一百零字号的土壮化就会产生了 好 那问你一个问题哦 你发现 这个蜥蜴是从正六边形割出来的 它有三种镶嵌的方式 然后它有三种颜色 对不对 我讲掉一个重要的规律 有没有哪一个小朋友发现 还有一个我没有讲到的规律 有三 它是从正六边形割出来的 然后有三种不同颜色的蜥蜴 然后你看这个土哦 这三种不同颜色蜥蜴 有没有什么规律 有没有 哦 这个小朋友先取手 你先跟大家讲 每个都藏下 每个都藏下 同一种颜色的 好 我跟这个小朋友鼓掌一下 它的意思是说 同一种颜色的蜥蜴 它的头都朝同一方向 有没有 你看哦 红色的蜥蜴 头都朝那边有没有 红色的蜥蜴 头都朝这边有没有 绿色的蜥蜴 头都朝那边有没有 黄色的蜥蜴 头都朝底下有没有